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什么台湾 每个人进来都说泰国菜 或是中国菜什么的 然后可是没有人知道台湾 所以我们就想要尽量放 越多台湾演书越好 这间餐厅叫欧甲 中黄采台湾50年代怀旧设计 巨大美食地图 让人用小吃来认识台湾 一开始最开始菜单就是 像有咸酥鸡 然后有炸热狗 然后还有滷肉饭 焢肉饭 淡仔面 牛肉面 辣味料的部分都是要自己进口 对像比如说酱油 都会进台湾的酱油 完离 它们通过一个图房的考试才有办法待下来 比如说考试是十五分钟内要自己出五道菜 这样子我会给它们一个考试 可是原本 然后可是以前很久以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之前一刚开店的时候还有跟员工没有交易 胡椒盐 然后就有一天胡椒盐没有了 然后竟然有员工要跑去买那个盐跟胡椒 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我整个傻盐 其实最困难的是我们的菜名 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的菜名都是用那个台湾 比如说控肉饭我就写 这样子 然后牛肉面我就说牛肉面 还有蛋仔面是蛋拉面 4小的蛋仔门 2和卜盐 1和莡汁 1和蛋拉面 丝和蛋拉面 厨房员工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压根没有中文背景 但是每天耳濡目染听周杰伦的歌 他们开玩笑说未来员工来台湾玩 绝对不用担心饿着 猪肉质在哪里 这个猪肉真的超级难买 只有两个厂商在卖 然后我都是刚刚用扫的 當地人不喜歡吃那個有油的東西 有脂肪的東西 所以你們有特別去調過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調 我們就想說我們就是想要 就是給大家吃台灣菜 有人就是點空肉飯加空肉 再加傳統掛飽 就吃上飲 就吃上飲 對 然後還有 之前還有小朋友 智利的小朋友來就只吃豬耳朵 在牛雞魚為主時的智利 對豬肉料理是一種補助 結果公共飯 毒化包 竟然打破文化繁離 成為明星料理 現在一開店就瞬間滿座 忙到打烊 還罕見看到當地人甘願排隊 就為了施最嫁幹的台灣料理 實在是從第一次來來 沒有我已經止腦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地方 很喝東西 所以我都會吃到很多朋友 帶我來這些地方 是一味道不同的 你不來吃到香港菜 吃有餐廳的食欲 會在其他食品 我 sé他們是在台灣 但有口味道的有特別 我只試過很多這裡 你讓你知道的 你知不知道哪裡 當然可以 有常來看 我看了一些網社交部 在台灣 我曾經看過台灣的電影 我曾經看過台灣的書籍 後甲老闆是對年輕台灣夫妻 先生是厄瓜多華僑 太太來自台北 原本在台灣從事貿易跟翻譯工作 在一次商務旅行中造訪智利 因為美麗環境 加上比其他中南美洲國家安全 留下來不走了 我們就愛上了智利 然後我們當初就 我還記得我們走到一個巷子裡面 我們就說 我們為什麼不就搬來這裡 因為肚子餓 然後我老公每天他就會說 那你可以煮這個給我吃嗎 煮那個 然後後來就開始 就開始一直去研發 沒有做老闆行 反而誤打誤撞開了餐廳 曾經賣過刷冰 結果被視為廉價食物而賣不起來 賣完湯也不受好評 但他們在挫折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也是希望透過我們的食物可以傳達我們的文化 讓更多人知道台灣 讓我們可以走得出去 就是大家說我是台灣來的時候 不會說大家就非常的陌生 是台灣食物來體驗台灣 讓這些沒機會訪問亞洲的朋友們 也能嘗到跨國界的美味